我诊断出身孕时,钟无心比当年种了炭花还要高兴,他红了眼眶,高兴坏了,失态地抱起我,原地转了几圈。 阿梅,你不知道我有多盼望这个孩儿? 他喜极而泣,袖着手来来回回地踱步,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若是儿子,就取名钟思蜜,若是女儿,就换钟念蜜,如何? 为了这个翘首以待的胎孩,他又大兴土木,扩建心圆,买下隔壁府邸,与侯府老宅二合一而建。 与现有的侯业府相连,竟占了大半条街。 琉璃瓦、汉白玉、泰山石、锦丝楠木等名贵材料,流水一般从全国各地运进来。 最令人咋舌的是,他花费无数银两和心血,从江南运来了上万株绿鳄煤,直较源自成绿鳄煤海。 正所谓绿鳄更盛,红莓差俗,一株绿鳄煤价值百斤,远路水运而来,花费更是不计其数。 那阵仗,跟贵妃要来府里省亲一样,侯府上百年家底都要烧掉大半。 看他如此郑重其事大费周章,我不免又喜又忧,夫君就怕奢靡太过,惹人口舌。 他宠溺地应声,温柔地看向我尚未显怀的腹部。 阿梅,为福这些年拼命正下军功,还不是为了咱们的孩子险要些。 我看谁敢置会,他爱惨了我,也爱惨了我腹中的胎。 越南肉贵,长白人参,泰山灵芝,上品观艳,不要钱地往我房里送。 怕打扰我的休息,主动搬出我的清贵院,日夜宿在书房里。 叮嘱太医每日给我把脉,每日不管公务多忙,都要不厌其烦地过问我的脉象,饮食,作息。 连我的陪嫁丫鬟之下都忍不住打去,柿子爷带柿子飞,简直是如猪如宝。 看柿子飞,就像看眼珠子,那眼珠子还有两颗,独为我们柿子飞,就那样宝贝。 人人皆说,终无心爱妻如命。 哪怕谢家已经没落如私,他也不离不弃,坚持娶我过门。 哪怕成亲三年我未怀子嗣,他不纳通房,不奈妾室,甘成旁人口中的一人,也要坚守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 好友红侍郎打趣,要送他几个扬州兽马,被他言辞拒绝。 皇上听闻后逗他,要赏他十几位貌美歌姬,他吓得头都磕破了,皇上戏谑他家里倒了葡萄架。 我知他爱我,我知自己嫁的一位世间难得的好郎君。 三年婚姻,每一天的空气都是密,一点一点慢上来,淹没了我,直到我发现他在梅花巷里交养了外事。 整整七年,我俩尚未成亲时,他们便悄然出入成双了四年。 其实,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可是,身陷在爱中的人,即使心存疑惑,也会替他自圆其说。 比如每每有人艳羡猴斧梅林,钟无心的嘴角总是擒着温柔的笑, 那人爱梅,自然不能辜负他的哑义。 明明他是知道的,我钟爱柜子,不是梅花。 我的轻桂院里,种满了老桂。 每年金秋,我都会带着一众侍女采桂花,酿桂花蜜,做桂花糕, 与钟无心咸做桂花树下,拔酒赏桂。 面对我的疑惑,他笑道,阿梅明慧邪美, 待孩子出生时,又是梅花盛开,的去得紧呢。 可我并不喜梅花,我还想追问,他却疏然换了其他话题。 比如我们相处时,偶见随护支支吾吾,禀告谁又病了。 每每他听后,总会脸色大变,寻了一个理由,急匆匆地出府而去。 他的声音在抖,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喉咙发颤。 他惊惧得失了一态,可钟无心是出了名的淡定君子,人称当代谢安。 奉命剿匪时,敌人已经冲到城门,他仍然触遍不惊地下棋。 印象中他少见的惊慌失措,还是在我得了风寒时。 他整夜整夜地守着我,眼眶熬得通红。 又比如这一次,我带着之下穿过正在修缮的新园时,听到几个男仆酒后闲谈。 等园子修好后,世子爷总算要把沈小姐迎娶进来了。 那沈小姐真真可怜,本与世子爷情投意合,怎奈是个病秧子,又遭家道中落,没名没分地跟了世子爷七年,如今却只能做个妾室。 要不是,世子爷根本就不会娶谢家小姐。 幸好他有孕,沈小姐的病也有望了。 我搅着帕子,痴呆了半赏,连话也说不上来。 之下吓得脸色煞白,搀扶着我,怕我动了胎气,低声劝慰。 世子妃别听那闲杂人等乱嚼舌根,谁人不知世子爷爱你护你,断不会做出这等污糟事来。 再者,那沈小姐早已辞世,怎会是世子爷的外事? 忠无心与太子太宝独女沈蜜的旧事,我早有听闻。 沈蜜自幼有心急,体弱多病,生得极美,我见有脸。 天才华横溢,琴其书画无所不惊,惹得年少的,忠无心情根深重。 彼时侯福老夫人尚在人世,忧心沈蜜是个福伯之人,自私困难,无论忠无心如何闹死闹活,始终不肯松口答应这门亲事。 后来太子太宝直言犯上。 全家被判流放猪牙,审秘不幸客死他乡。 这桩风月往事,这才烟消云散。 是啊,跟死去的人有什么好计较的? 本来我也能像过去那样,强忍着心底酸楚,自我安慰一番,也就过去了。 但是这一次,过不去了。 走到廊前,赫然发现那几个人,是忠无心的心腹随护,空穴不会无故来风。 连随护都敢在背后随意传摇主君主母,极不正常。 漠然,我想到了什么,心脏重重地抽搐了一下。 神秘往日的最爱,就是绿鳄梅。 他爱他的清爵高雅,爱他的不肯雷同自一家,爱他伺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一切断然不是巧合。 三月的冷风冻雨,滴答,滴答,雨水打在丑伞上,像刀子插进我的心,痛得我几乎站立不稳。 一炷香的路程,却让我感觉像一生那样漫长。 漫长得好像大梦一场。 四月春光渐刺明媚,打在脸上,有点疼。 我带了枝下和几名仆丛,把马车停在梅花巷口。 马夫是我谢府救人,不慎撞上地上的一只破碗,下车后他一脚踢开。 看着巷子角落四分五裂的碎片。 我想,有些东西破了,及时踢开也好,不远处。 三进青崖小院的门口,立着两道人影。 一位披着宝兰衣袍,似亭前玉树的男子。 正是往日爱我入骨的夫君钟吴欣。 一位是楚楚的绿衣少女,一张脸上既有青山隐物的朦胧,又带花瓣寒露的胶态。 想必便是传言去世,却一直活在世上的神秘。 心知肚明是一回事,亲眼看见又是一回事。 伤害打击似有刀刃相搅于胸腔,抽筋包皮般痛不可言。 疼痛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但到底忍住一个字都没有发出声来。 只见沈密眼角齐了水光,钟郎,我不愿为妾。 钟吴欣柔声安抚,赌事发愿,谢眉并无大错,不好休妻。 待她腹中孩儿诞生,我向圣上请旨,自不会负你,自不会负你,一如当年的绝不负我。 啊,男人的誓言和狗叫没什么两样。 钟吴欣很自然地伸手替她压压鬓脚,一番话说得她眉开眼笑。 乖,为了风风光光迎你进门,我扩建侯府,移植你最爱的绿厄眉,这排场可比当年迎娶世子飞浩大气派多了。 原来,所谓为为儿扩建心圆,所谓为妻仪眉,只是借妻儿的名义,行纳妾的渐月排场。 原来,比蜜乃此蜜。 钟思蜜,钟念蜜,她希望我们孩子的名字,都刻上她对心上人的爱意。 不知她去世的老母亲得知这一切,会不会掀了棺材板。 走出巷口,钟吴欣才发现马车里的我。 神色一顿,淡淡的笑意将在脸上,她贫眉道, 阿眉,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们回复再说。 我是本朝三代忠烈的将门独女,名为谢眉。 爹娘连生了六个儿子,才得了我这个女儿,宝贝得含在嘴里怕话,捧在手里怕碎。 自小我不爱舞刀弄枪,也不爱琴棋书画,只沉迷算学,一副算盘子打得琵琶响响。 旁人都笑我们将门,以后要出一个财迷奸商。 是农工商,商人低贱,可我爹不以为然。 她抚着美然,眼角的皱纹都笑身了,当个富商也好,只要能做到历时集物,旧式寄民,同样光宗耀祖。 我娘甚至把她的嫁妆产业都交给我经营,为我择婚时,自是千挑万选。 不仅是疼我,还因为我身上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直至我娘咽气前一刻,她才告诉我。 我爹不喜文官弯弯绕绕,想把我许个英气勃发的武将。 比如,她看好的羔羊纸小将军,小时候羔羊纸常与我一起玩耍。 我们一块碗买卖过家家的碗衣,一块爬树摘果子,一块坐在墙头上看天,一块向往更远的远方。 担忧沙场无眼,担忧我的秘密被人利用,又担忧我性子沉静柔晚,恐被粗鲁武将欺负了去。 我娘不同意,她铁心要把我嫁给能过安稳日子的文官。 最后与侯府世子终无心定了亲。 京城最耀眼的明珠,文韬武略的天之骄子。 游记的初见时,站在谢府桂花树下的端方公子,俊秀出尘,光看一眼,就让人欢喜。 那会儿,她指天指地跟我爹娘发誓,此生永不内窃,绝不负我。 爹娘对她那些风流运势的介意,便也风流云散了。 谁知尚未大婚,谢府南丁尽数果实沙场,娘亲忧郁而终,昔日赫赫扬扬的谢家,一息败落。 所幸,终无心待我极好,细心呵护,温柔潜泉。 她用那双妙笔生花的手,替我挽发。 她用那双横刀立马击退敌扣的手,替我描眉。 我为她泡红茶,血红血红的茶。 她为我刻章,刻上她一生一世的承诺。 她会把头深深埋在我的脖梗,一遍又一遍地呢喃, 有你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安居的家。 她在炸记里写下对我满满的爱,得妻如此,福复何求。 恩爱种种福在心头,历历在目,不似作假。 无忧无虑长大的我,遭遇家门败落的变故, 后来又爱上一个人,仿佛封闭的山谷猛然敞开, 清风无休止地刮进来,强威无休止地开放。 我一心一意地操持侯府家业, 庄庄渐渐百无遗漏,深得人心。 我尽力侍奉婆母,从未出错。 我依不解代地照顾中了毒箭的她, 把她从死神的边缘拉了回来。 早知,早知今日的结局, 我宁可不要遇上她,不要爱上她。 蓝的天,翠绿的叶, 清贵院里的空气却像冻住了一样。 钟无心眼神晦暗,嘴唇破了皮。 白皙的脖梗上,隐约可见红硬点点, 仿佛昭示着她和沈蜜的爱意缠绵。 阿梅,我也不瞒你了。 沈蜜体弱多病,命途多船, 无怨无悔地跟了我这么些年, 我得给她一个名分。 她这一生,头顶的雨下得那么大, 我必须要撑拔伞给她, 我不能不理她。 见我脸色不佳, 她眉头拧成两把小剑, 语气温和, 却不容拒绝, 她不争不抢, 品性高洁, 不会影响你侯服主母的位子。 她这些话说得轻巧, 好像那切跟喝水吃饭一样, 稀疏平常。 我轻轻笑起来, 眼睛里却是无边的荒凉。 当年, 要不是你发誓永不内窃, 要不是她的蒸蒸誓言, 打动了我, 打动了我爹娘。 就算她是天边月, 是高山雪, 我也未必会嫁与她。 她垂眸, 声音依旧温和, 我却如坠寒谈。 阿美, 我在放纵不羁的年纪, 遇到了一个人, 鲜细明媚似阳光, 叫我不敢忘, 不能忘。 我想问, 那我呢? 我算什么? 往日那些饱含深情的谋光对视, 那些秘里调游的点点滴滴, 都是假的吗? 可我问不出口, 行为就是答案, 所以不需要再问什么。 她又道, 自古男人哪个不是妻妾成群, 你看看谢侍郎, 皇上书, 陈玉使, 我只不过那一个区区妾氏而已。 她握住我的手, 像如往日那般把我拥入怀中, 却被我躲过了。 哎, 阿美, 你一向都是通情达理的人, 怎么偏偏那妾之事如此不讲道理? 我就那她一个, 以后永远不会在那了。 是啊, 自古哪一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 续养大批歌姬, 纵情声色呢? 可我们谢家不是, 谢家祖训, 男子一律不得那妾。 我爹, 各房书败, 乃至六个哥哥, 统统没有妾室, 没有通房, 各个夫妻恩爱两不宜。 想到这里, 我抬眸看向钟无心, 好, 那你准备何时抬他进门? 他轻忽了一口气, 良久才道, 带你担下孩儿, 园子聚以告郡时吧。 很好, 很好, 那会儿满园子的绿鳄梅, 也正开得即胜吧。 他的算盘子呀, 打得比我还溜呢, 他笃定我离不开他, 殊不知, 真正离不开我的人, 是他。 于府中两个管家, 对了好几天的仗, 其中一位, 原是谢府的陈管家, 年轻精干。 刚进门时, 我才知表面风光的侯府, 早已入不敷出。 外面的架子虽未倒下, 内囊却也快耗尽了。 我不得不把陈管家调来, 把堆积如山的账目盘点清晰, 费尽心思, 去无存经, 逆转运势。 三年时间, 侯府扭窥为盈, 产业扩充了数倍。 侯老夫人在世时, 对我赞不绝口。 可他们不知道, 谢家产业更是被我经营的风生水起, 以江州老家为根据点, 盘根错节地蔓延至全国。 要说我们谢家的隐形财富, 富可敌国也不为过。 钟无心含着金汤匙出生, 哪里管的这些俗物, 花钱只管看心意。 光心园子便已耗尽了侯府大半家业, 未来维护的花费更是不可胜数。 不过, 这些已经不是我该操心的事了。 吩咐陈管家和知夏抓紧清点我的嫁妆, 成人不被时运走变卖, 全部换成银票。 知夏向来心直口快, 小姐, 是准备和世子爷合离吗? 自从那日发现钟无心养了外事, 他便改口换我小姐。 我看向桌上已经拟好的合离书, 不自觉地摸摸腹部, 恩了一声。 近来, 胸腹总是隐隐不适, 有点痒又有点胀, 还有点痛, 却总也查不到原因。 不管怎样, 腹中孩子是我的骨穴, 我要去赴刘子。 院中浓阴如盖时, 我十九岁生辰到了。 钟无心灌爱大操大半, 这回更是请来了京城有名的戏班子, 表明对我的重视和祝福。 一早喊人, 抬来巨大的红木箱子, 装着云锦、 软烟螺、 冬珠、 珊瑚、 玛瑙、 和田玉, 全是他搜罗的真喊东西。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亲手为我沾一只冰透盈润的玉骚头。 发肩盈盈一点, 别出心裁。 玉骚头是他亲手所刻, 采用上好的和田玉, 费时多日雕刻而成。 他装得真好, 好像这些天我们的冷战并不存在一般。 他就是个能洞穿人心的妖怪, 关怀备质, 情意绵绵, 每个动作每句话。 都曾准确地命中我的要害。 我没服他的面子, 强撑着身体的不适, 一起看了戏。 高门主母便是如此, 哪怕有下戏, 也要当好一尊和美的观音玉石像。 恰逢此时, 随护急忙来到钟无心身边, 有所顾忌地瞄了我一眼, 得到他的示意后, 便直言禀告。 柿子爷, 沈小姐闹着要吃最仙楼的千层高, 小的买来的她不要, 就要柿子爷宁去。 最仙楼, 那不是我们, 之下及时打住话头, 差点说漏了, 最仙楼是我们谢家的产业。 钟无心无奈福和, 倾效中藏着宠义, 他呀, 最是娇气。 自从外事被公开后, 他不再掩饰对沈蜜的情谊, 为的是, 让我尽早适应与他的爱妾和睦相处。 上回也是沈蜜发病吧, 差点没把他吓死, 他一面往外走, 一面回眸看向我, 阿梅, 秘密他还小, 不懂事, 我去去就回。 明明沈蜜比我还大四岁, 我没烂他, 本来就隐隐作痛的胸腹, 此刻越发止不住痛, 好似要被凿出个窟窿。 大脑一片空白, 耳边响起一阵轰鸣, 眼前闪过大片雪花, 煞时觉得天地都开始扭曲起来。 有人惊叫, 有人慌乱奔走, 有人高喊, 太医。 倒地的那一刻, 我看见钟无心脸上闪过错愕, 闪过不可置信, 闪过一丝探究。 他声音和煦, 却字字如刀。 世子妃身子一向健壮如牛, 怎会如此? 难不成还在闹脾气? 阿梅, 你都多大了, 闹小孩子提气, 成何体统? 呵, 堂堂降门之女, 怎么也学会了 后宅不入流的争宠手段? 她以为我在耍手段, 在和沈蜜争风吃醋。 恍惚中, 耳内传来之下愤怒的声音。 我们小姐身体不是已有多日, 世子爷问问太医, 不就知道了吗? 就算您心里没有小姐, 也该关心她腹中的胎儿吧, 那可是您的亲骨肉啊。 意识模糊的前一刻, 似乎有人又来禀报 沈小姐心急发作的消息。 没有犹豫和挣扎, 她走了。 太医说了, 她是忧思多虑导致的, 没什么大碍。 你们先照顾好狮子妃, 我去去救回。 大夫, 是不是诊错了? 我们小姐不可能是忧思过度, 她好多次都痛得站不起来, 为什么查不出病因? 我醒来时, 看见之下哭得两眼通红, 她怀疑枕脉的太医是庸医, 我知此事有意, 没让声张, 只安排他们四处打听神医沉重景的下落。 这期间, 钟无星一直没有回复。 听闻, 她被羔羊指打了, 打得头破血流, 狼狈不堪。 羔羊指指着她的鼻子骂, 父亲多是读书人,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伪君子。 你发誓不辜负她, 转眼偷偷仰外事。 再不断干净, 我见一次打一次。 这是闹得沸沸扬扬, 一项标榜, 是人接醉我独醒的钟无星, 颜面扫地, 连带读书人的风亭被害。 对于看重明洁的钟无星来说, 这比杀了她还难受。 园子也停工了, 侯府公账没钱了。 钟无星不信, 待听完管家对账后, 她无言以对。 待身子平复了些, 我让陈管家加速变卖嫁妆, 又把谢府昔日的仆从, 都打发回了江州谢家老宅, 集中发展谢家产业。 江州知府曾多次来信, 感谢我们谢家商, 以致富, 为国为民。 自食三更, 钟无星不知在哪喝得醉熏熏的, 被人扶进清贵院。 她狂吐不止, 胡言乱语。 好似往日里那些端方自持, 体统规矩都被烈酒烧了个干净。 她拉着我的手不放, 把我的大袖都薅掉了。 她没看见我的白瓷手臂内侧, 有一小块心疤疊就疤。 准确地说, 心伤已经结疤了, 以后不会再有了。 我已经好多天, 没有再给她泡过红茶了。 她醉眼朦胧, 与无伦次, 替泪交加。 我做错了吗? 是错在溺水骇浪里执着行舟, 错在荒芜原野里求一口甜, 还是错在该死地喜欢她。 本来她才是我的正妻, 如今我却只能让她作妾。 她都这么委屈了, 为何谢梅还要如此撼度? 还招惹粗鲁武夫, 如此遭见我。 她喝多了, 脑子也喝坏了。 当年可是她主动上门求取的, 不是我家死皮赖脸求来这门亲似的。 她说心悦我多时。 她说愿得一心人, 与我白手不分离。 如今她两颊驼红, 控诉对我的种种不满。 这些话, 一定是藏在她心里很久很久了吧。 谢梅, 我对她还不够好吗? 我都已经尽力去爱她了。 她该不会, 以为我只要她一个人 就够了吧。 不通诗书, 不懂风雅。 整天只知道打个算盘子, 一身铜锈味。 性子沉闷, 无趣得很, 不像秘密。 后面更多污糟话冒出来, 听得之下面红耳赤, 又怒又气地退了出去。 有什么东西滴在了被针上, 我摸了一下脸, 湿湿的。 一定是外头的夜风太大了, 吹迷了我的眼。 我让人把钟无心拖走, 扔进院子的大水缸里, 好好醒酒。 用清水反复搓洗她碰过的手臂, 洗到皮肤发红, 还是觉得不干净。 再看她一眼, 我都觉得恶心。 隔日, 清醒过来的钟无心, 来到清贵院。 声音嘶哑, 神色疲惫。 仔细打量的话, 还会发现她的脸 冒出了星星点点的小红斑。 那是独见遗毒未消的症状。 她体贴入微地 关切我那日的病情, 孩子的状况, 最近的休憩作息。 迟来的关心, 虚伪的深情。 真让人作偶。 接着她开门见山。 阿梅, 我深思熟虑过了, 我要取秘密为平妻, 我不能再委屈她了。 我会用积攒的军功 向皇上请旨。 我清晰地捕捉到 她的关键用词, 我要取秘密为平妻, 而不是我想取秘密 为平妻。 她是来通知我的。 所谓平妻, 又为病敌, 与正妻的地位一般无二, 商骨之家常见, 贵咒之家不常见, 往往要向圣上请旨 才能有效。 她来求亲时, 我爹并不同意。 她执意从军, 归于我爹麾下, 冲锋陷阵。 临危不惧, 成功扭转了 我爹对文官的刻板印象。 那时, 她如是说, 她要积攒军功, 为求得我爹同意亲事, 也为了将来我们的孩子, 有一个值得骄傲的父亲。 现在, 她如是说, 她积攒军功, 是为了她心上的另外一个人。 我毫无波澜, 只点点头。 好似安慰我一般, 她上前来握住我的手。 阿梅, 我这一生就你和秘密两个女人, 我知足了。 我甩开她的手, 胆了胆, 递给她一封和离书。 她惊恶, 她气恼, 她一把夺过来, 撕个粉碎, 拂袖而去。 我从未说休妻, 为何你就要钻牛角尖? 我也怪我自己, 当初为何钻牛角尖? 遇见那么多人, 偏偏眼瞎地选择了她。 看起来最应该是过客的人, 却在我心里, 曾经占据了那么重要的位置。 我送多少次和离书, 她撕多少次。 她终于意识到, 我是来真的。 不是说说而已, 也不是闹脾气。 她一脸阴沉地闯进我的房里, 像是变了一副模样, 全然不似往日的清风际月, 整个人沮丧又颓废。 人瘦了一圈, 眼瞼下的乌青清晰可见, 脸上的小红斑 似乎又扩散了些, 曾经亮如星的双眸变得灰暗无光。 她揽住我的肩。 沉生质问, 我都撕了和离书, 你为何三番两次还要送来? 我不会牵的。 我淡默地看着她, 看得她心慌。 终无心, 我们之间再无转环的余地了。 以往我和她说话总是甜言软语, 言必称夫君, 这是我第一次职称她的名讳。 她大正, 手上越发用力, 把我的肩膀都抓痛了。 休想, 你这辈子也休想离开我。 阿美, 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你感觉不到 我心里也有你的一席之地吗? 我当然知道 她心里有我的一部分位置, 但我不在乎, 更不想要了。 我用力推开她, 嘴角浮现一抹饥讽。 你不是一直觉得神秘委屈吗? 我把正妻之位腾出来给她, 不是正合你意吗? 她先是茫然, 继而眼里薄怒丛生。 原来, 你是在吃秘密的醋。 你可知, 你犯了七出之罪。 如今谢家只剩你一人, 你还有什么可依仗的? 你真以为你够格做我的柿子妃吗? 要不是, 她话音未落, 她的一声响起, 清俊的脸上 已印上一个鲜红的巴掌印。 谢家满门忠烈, 为家尽孝, 为民请命, 为国尽忠, 是我们谢家的祖训。 无论是上阵杀敌, 还是玄乎济世。 亦或是金姑续贫, 旧是济民, 一样光宗耀祖。 就算谢家只剩我一介孤女, 我也不会埋没我们谢家门湄。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那样, 君子皮囊小人嘴脸, 心里头只有男女私情。 别侮辱我们谢家了, 是你不配为我夫君。 一番掷地有声的话, 让她面红耳赤, 哑口无声。 良久, 她软了态度, 上前拉了我的衣袖, 低声哀求。 你还怀着我的骨肉, 你又能到哪去? 留在我身边, 我会一碗水端平地爱你和秘密地。 和离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作为和离妇, 又生育过了孩儿, 你还能找到好人家吗? 我面无表情地拿出一答和离书, 这你不用管, 你就管签字吧。 她的手捏成拳头, 愤然离去。 你休想, 休想离开我, 没关系, 就算她不签, 我也有办法拿到合法的和离书。 我的病越发的怪异, 一般孕妇四五个月才显怀, 我不仅时时痛痒莫名, 肚子也日益显怀。 四处打听, 大名鼎鼎的神医陈仲景, 最近屡宿在京郊秋霞寺, 待陈仲景诊断完毕, 我只觉三魂七魄都被打散了, 人僵了半边, 已经到了宾死的状态, 把支下潜到马车上。 我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身一脚潜一脚地走到大殿, 仿佛踏在云端上, 正好撞见沈密前来拜佛, 直到此时, 我并不憎恨她, 也无意伤害她。 哪怕忠无心为了她, 不惜佛口舌心地加害我, 那也是忠无心的错。 可她偏偏追上来, 微抬下巴, 眼睛描向我隆起的腹部, 笑意盈盈。 姐姐, 你可知腹中的孩, 我与忠郎可期待了许久。 你吃的肉贵, 人参, 灵芝, 观艳, 都是我嘱咐钟郎送你的呢。 好好保胎, 我会使她为己出的。 一时间, 我被她激得胸中气血翻涌, 嘲讽道, 你爹乃一代名臣, 家风严正, 使人皆赞有邹鲁一风。 沈小姐本人, 更是柳絮才高, 风华绝代, 如果你爹得知, 你多年甘为他人外事, 该做何想? 还以假死的名义苟活世上。 若我是你, 不如买块豆腐, 直接撞死算了。 文言, 他气得面皮战红, 说不出话来。 眼见钟无心那奇长的身影 从垫脚转出, 他猛地朝我冲转过来, 我刚一闪身, 只听扑通一声, 他整个人都摔进了寺庙的湖里。 等到钟无心冲过来就起他时, 他一口咬定是我推的。 钟无心额头青筋都起来了, 气得攥紧拳头。 目光阴郁, 谢梅, 你何以善度如此? 不是闹合理, 就是加害秘密。 你有什么资格极度秘密? 他是我年少时的心之所属, 身之所依。 快和秘密赔个不是, 沈蜜浑身湿透, 蜷缩在他怀里, 泪盈于结。 看起来可怜极了, 我胆了胆袖子, 好像碰到了什么脏东西。 沈小姐, 你以为我会与你在垃圾堆里抢男人? 你错了, 她是我不要的。 我倒是希望你俩长长久久。 你俩就是瘸驴配破墨, 天生一对。 沈蜜游在垂内, 有一种娇弱破碎的美感。 钟郎, 姐姐她不是故意的, 她只是寄予你为我刻的这枚预章, 一时失去了理智而已。 她掏出一枚预章, 顶部是她栩栩如生的小巷, 底部刻着她的名讳, 侧边还有八个小字爱重一生, 唯愿一心。 钟无心是玉雕名家, 她的预章作品千金难求。 听闻后, 钟无心神色诈变, 放下诗碌碌的神秘。 曾经的炭花郎不是傻子, 她眼底的光一点点低暗下去, 声音很轻, 带着一点点发颤。 秘密, 你说世子妃为了这一块预章, 推你入狐的吗? 神秘感觉到了不对劲, 来不及细细思量, 只能点头。 哦, 你亲爱的钟郎呀, 爱谁都会为他刻章, 我慢条丝里地掏出另一枚预章, 不同的是, 小巷是我本人。 这样的预章, 我房里还有很多, 都可以开个商铺了呢。 说完, 我握紧预章, 用力扔进湖里。 不过这玩意, 我不稀罕了, 谁爱稀罕, 就稀罕去吧。 说完, 我喊来之下和马夫, 静自离去, 钟无心仓皇地追了上来, 脚下被台阶一半, 险些栽倒。 酸色男人, 猴头发苦, 只来得及说上一句, 阿梅, 对不起, 我, 我不该冤你。 车折声陆路响起, 他还没说完的话, 都被淹没在夕阳余晖里。 钟无心在清贵院外站了好几个晚上, 他得知我求诊沉重警, 想过来问孩子的情况, 又想安抚我的情绪, 没人给他开门。 露水深重, 他一席单一, 站得两眼通红, 似困兽。 他总觉得, 只要他放下身段, 好好弥补, 我就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都到这个时候了, 他还想着既要又要, 只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无需他同意, 我便拿到了和黎叔。 圣旨到来的那一刻, 他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待听到谢家为家乡父老大兴水利, 建设学堂, 收留孤儿, 不令钱财资助军饷, 在年开仓赈灾辅助难民, 由江州知府奏报, 皇上亲封我为护国夫人, 并恩准我与侯府世子终无心合理的请求时。 他脸色煞白, 惊骇得站立不住, 圣旨以下, 无可转还。 等宣旨的公公一走, 他身形一晃, 整个人摔倒在地, 晕了过去, 钟无心足足躺了五日五夜。 他面无血色, 脸上的红斑越发明显, 整个人虚弱得摇摇欲坠, 仿佛下一刻便要破碎一斑。 阿梅, 如果我答应你, 我不能神秘了, 你会留下来吗? 你不知道, 听到宣旨的那一刻, 我一颗心都被弯出来了。 这些天, 我半死不活地躺在榻上, 我才知道, 我最爱的人, 是你。 你要我怎么做, 你才愿意留在我身边? 你看, 世人多奇怪, 得不到的念念不忘, 得到的不甚珍惜, 在一起时怀疑, 失去时追悔莫及, 终其一生, 满是遗憾。 钟无心便是这种人, 他不懂珍惜, 我教他, 从失去我开始, 见我扭头死活不愿看他, 无论他说什么我也不作声, 他知道覆水难收, 长叹一声,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把孩子留给我, 好吗? 我垂眸, 听到自己答应的声音, 好。 只要有心, 彻查这件事, 其实很容易。 府里的太医被带来了, 会策命局的高僧, 也被带来了。 肉桂, 人参, 灵芝, 观艳这些补品, 全部摆在面前。 高僧面如金纸, 不停地磕头求饶, 把地砖染上了血色。 太医也同样魂飞魄散, 克制不住地颤抖。 他们的证词, 一致指向钟无心和神秘。 得知我是纯阴命格, 紫荷车可以入药治病, 可以治愈神秘的心急, 钟无心特地登门向我爹求亲。 为了让紫荷车药效更佳, 他们不惜在补品里添加密药, 导致我的胎儿发育远超常人, 导致我胸腹肿胀, 时时痒痛, 心跳剧烈。 虎毒尚不吃子, 钟无心为何如此? 我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陈仲景告知真相的那一刻, 我的心是如何一块一块被撕碎的。 之下端来黑乎乎的汤药, 他眼尾烟红, 吸着鼻子, 小姐, 你可想好了, 真的要喝吗? 陈仲景也曾这样问我。 他道, 世子妃腹中的孩子 已有四个月, 都成人形了, 贸然打胎, 极有可能一尸两命。 我那时死死抿着嘴, 坚定地点点头, 可眼底的泪, 到底还是掉下来了? 四个月了, 他有自己的心跳, 长出了小手小脚, 还会顽皮地蹬我的肚皮。 其实, 我不适合怀孕的, 可看到钟无心那么渴望孩子, 我不惜施展逆转气韵之术, 放弃了十年阳寿, 才怀上这个孩子。 我比任何人更珍惜他的来之不易, 可是, 我用十年阳寿换来的孩子, 却是另外一个女人的要引子。 得知实情的那一刻, 我杀人的心都有了。 他对我所有的温柔和情意, 都是为了另外一个女人。 我爹说得对, 文官的心思总是弯弯绕绕, 嫁得文官难觅幸福。 我当初就该听他的, 打开窗, 初夏的风带着热浪扑进来。 真奇怪, 我竟然觉得冷。 一会儿把这些人, 药材和孩子, 这封信, 都一起打包, 送给钟无心。 这是我送他的最后一份礼物。 自此, 死生不复相见。 无论我清醒与否, 把那碗红茶给我灌下, 立刻带我离京, 嘱咐完之下, 我一仰脖子, 把又苦又色的汤药一饮而尽, 一滴不留。 我答应他把孩子留下, 这不算食言。 一种切骨的疼痛翻涌上来, 顿顿的, 好似软刀子割肉, 模模糊糊的疼, 身下一股热流奔涌而出。 我只觉自己似被泡在冰水里, 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五脏六腑渐冷渐寒, 似有朔锋鞭骨, 刺得我支离破碎。 无尽的黑暗漫上来, 我听见钟无心撕心裂肺的声音, 也听见知夏和陈管家阻止他闯入的声音。 下风吹起, 带来蔷薇混合麦穗, 青草的味道。 我醒来时, 已是七天后, 正躺在客友谢家家辉的宽敞马车上。 马车自京城驶出, 往江州挤驰而去。 知夏和陈管家正陪在我身边。 听说, 我喝完堕胎药后, 陷入了昏迷。 血水倒了一桶又一桶, 好像河水一样, 没有尽头。 天生中无心风魔一样, 水也拦不住, 只往房里冲。 他说他只知紫河车可治心急。 他说他不可能在补品上动手脚, 毕竟那也是他的亲骨肉。 后来他好像悟到了, 直奔梅花像。 也不知道他和沈蜜吵了什么, 结果他真的心急突发, 再也没有抢救过来。 极致看到已经成型的胎儿时, 又看到我留给他的那封信。 他一夜白头, 彻底疯了。 整日整夜地坐在椅子上, 拿着雕刻针, 心无旁骛地刻着御章。 嘴里念叨, 阿梅, 你想要什么样的御章? 唯符给你课。 他的样子让人感觉陌生, 府里的人几乎要认不出他来了。 他好像一点点地被光阴叼走了, 身体散发出苍老的味道, 之下和陈管家也没管他。 按照主妇, 直接江上在昏迷地我带走了。 我笑了笑, 钟无心是真的疯了。 我在信中告诉了他两件事, 一是他的剑毒压制不住了, 很快他便会形如疯子, 二是, 我的确是纯阴命格, 但是我的紫河车, 无法治疗任何疾病, 所谓的高僧, 不过是半桶水的江湖骗子。 我没有告诉他, 我真正的秘密, 我的血可以治病, 他天天喝的红茶, 就是我的血啊。 他身上的毒, 本来再过越鱼, 就要痊愈了。 我还可以逆转气韵, 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侯府的产业, 谢家的产业, 就是这样蒸蒸日上的呀。 此时的我, 坐在马车上抬手, 见鸟却振翅, 高高地掠过一望无际的避空, 跃入云层消失不见。 身后, 哒哒哒的马蹄声传来, 高羊指骑着高头大马追来, 谢小姐, 我还可以护送你一程吗? 我摇摇头, 我爹还说过, 我不是弱女子, 我一个人也可以做成了不起的事。 马蹄声渐渐远去,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高山, 大海, 荒漠, 森林, 河谷, 还有熊鹰身上巨大的羽翼, 这便是我要飞向的更远的远方。 故事二 我生来就孱弱, 是嫡母小心伺候着, 才养到了十五岁。 随着年岁渐长, 我左眼竟然能一眼, 分辨出普通人和身负功德之人。 普通人周身无气, 一片灰败。 而身上带有明皇, 赤金之色的人都是身负大功德的气韵子。 身上颜色越亮, 说明这个人功德越多。 阿爹作为国公府没落世家子, 为了重振家族, 早就苦无计策。 知道我的能力后, 他便经常宴请寒门世子, 让我躲在屏风后帮他看来的人中谁的功德最厚重。 他会想尽办法拉拢, 培养成自己的党羽。 事后, 嫡母总是要狠狠骂他一通, 说他为老不辞, 竟然不顾我左眼反噬, 一心只顾自己的利益。 渐渐地, 我的左眼近乎全瞎, 嫡母总是眼寒热泪地摸着我的头警告我, 以后除了家人,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这个秘密。 他说, 再忍忍, 妖娘, 等你十六岁吉吉, 嫡母保证你也再不用做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情。 在我十六岁吉吉里的时候, 阿爹特意邀请了京都之中 所有的青年才俊。 想要顾忌重施, 让我将满堂的宾客都看一遍, 嫡母死活不同意, 阿爹忍无可忍。 他一拂袖, 眼中带着残忍, 故意扬生, 妖娘不是你亲生孩子, 她不过是我养在外室的女人生的, 是我伙童, 接生婆掉掉了包。 满堂哗然, 窃窃私语生不断, 阿爹以为这样, 骄傲的嫡母就会恼羞成怒, 因为丢了颜面, 掉头离开这难堪的氛围之中, 不再有人可以干涉她。 结果, 嫡母当着满堂宾客的面, 紧紧抱着我, 痛哭流涕。 她站在堂前与阿爹对峙, 满脸心疼倔强, 分毫不退让, 像是抚摸什么传世珍宝一样, 摸着我的病发, 省恩哪里有养恩大, 妖娘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 在我心里, 她就是我亲生的。 她又哄我, 别怪你爹, 你既是她的血脉, 那便是我的孩, 任何人都不能挑拨 我们多年的母女情分。 四周都是抽气声。 她们虽然不清楚 阿爹和嫡母吵架的原因, 可我是私生女这话, 却被所有人都听到了。 更多人为嫡母感到不值, 堂堂永逸侯府的嫡女, 那个惊艳了一个时代的才女 会这样恋爱恼。 明知道孩子被丈夫掉包了, 第一时间不是想着找回自己孩子, 跟着薄情郎翻脸。 竟然还无怨无悔 把外侍女看得比亲生的还重。 就在我也差点这样以为的时候, 当晚, 我喝下嫡母送来的莲子银耳羹 就陷入了昏睡。 叫醒我的是身体传来的剧痛, 还有模糊不清的对话。 阿娘, 外面都在传你爱重这个见种。 那声音明显是少女的嗓音, 娇娇柔柔的, 带着彻骨恨意。 这声音我从来没有在府中听到过, 但是接着响起的声音我再熟悉不过。 傻男男, 阿娘不是跟你说过了, 你天生有心急, 想要长命百岁一定要有跟着你留着同样血液的半腰血脉才能换命成功。 她既然是见种, 怎么能跟你相提并论。 每当看到那张相似的脸, 只有感到恶心, 跟她亲母一样, 不过是个不知廉耻的下贱坯子。 现在她已经急急, 血脉最是旺盛的时候, 阿娘忍到今天, 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这时我终于明白, 她为何会在盯着我的脸时艰难撇过脸, 总是拿帕子遮掩眼中闪烁着的厌恶。 从头到尾, 她都是在忍耐作戏给我看, 等着我彻底长成的这天。 然后我就感觉似乎有人在我身体内搅弄, 剧烈的疼痛传遍四肢百骸, 我的手脚开始变得冰凉, 灵魂也开始变得飘忽。 像是有无数的冤魂 拖着我神魂 要将我拖入无间地狱。 不知道多久后, 那个怨毒少女声音再次响起, 带着欣喜不已的啜泣, 阿娘, 我觉得我的心口不再痛了, 我终于可以做个正常人了。 耳边传来两人相拥喜极而泣的欢呼, 彻底陷入黑暗前, 我听到平素对我百般呵护的温柔嗓音, 显现冰寒。 乖男男, 还差最后一步, 半妖死而不僵, 要让她彻底跟你换命成功, 必须用震魂钉插入她的心脏, 将她钉死在棺木之中。 震魂钉插入心脏的那一刻, 我笑了, 没有关系, 我也不是好人。 我陷入了悠长的梦境, 梦中有一株子藤原木而上, 条腕仙洁, 与树莲里, 沾笔曲曲蜿蜒之符, 有若蛟龙出没于波涛间。 慢慢地, 这株子藤幻化成了一个妖媚女子模样。 这时, 一个男子出现在她面前, 气宇轩昂, 英姿飒爽, 子藤妖让陌生男子看到自己的画形, 脸颊瞬间羞怯通红。 男子脱下自己的外袍, 披在不着寸缕的少女身上, 将她养在了外面。 她眼角那颗类质 带着比妖鞋更加魅惑的勾引。 这个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我那一心仕途的阿爹。 懵懂少女很快在热切的追逐中陷入爱河。 随着时间流逝, 子藤妖逐渐懂得了人事的礼仪廉耻, 得知男子早就有了妻妾, 便要与她割袍断意。 阿爹百般示好, 也无济于事, 见始终留不住她。 她狠了心, 在少女的吃食里面下了虎狼之药, 月黑风高之夜不顾她拼死挣扎, 和她成了好事。 少女怀孕了。 我看着少女一日比一日隆起的肚子, 心中不知怎么地就明白了, 少女的死期即将来到。 上古遗族子藤末夜, 穷尽天上地下只能有一株, 一生必有一死。 她明明有机会可以打掉肚子里面的孩子, 可她舍不得。 直到她生下孩子那一刻, 拼尽全部妖力将一道封印打入婴孩体内。 你竟然觉醒了功德之眼, 娘只能封印你的妖力, 让这功德之眼不显现于世间, 望你平安快乐长大, 且莫要再如娘一样沉溺情爱。 可她自己也不过是强弩之末, 这道封印只封住婴孩的妖力, 却没有封印住功德之眼。 我看阿爹做贼一样将婴孩抱到了她嫡妻的产房外, 偷偷接过产婆手中面旁亲子的孩童掉了包。 哦,原来我的真身是紫藤末夜? 我有个秘密藏了很久, 谁都没有告诉, 我早就知道我不是人。 六岁开始, 就有个自称是系统的家伙 天天在我脑袋里耳提面命, 告诉我作为女主的人形移动血包, 小小一个紫藤腰, 必须按照剧本走, 在女主需要的时候, 为她割血换心。 生来就该为女主献出生命作为终结。 弱小的我无数次的尝试反抗, 比如拆穿嫡母假惺惺疼爱的面具, 比如在阿爹私下告诉我, 我知道你身怀腰穴, 可你是我最爱的女人生下的孩子, 只要你乖乖听阿爹的话, 爹不会嫌恶你之时打碎她装模作样的嘴脸。 可只要我一出现这种念头, 就会被系统第一时间察觉, 降下审法, 系统说这是对我不听话的雷洁。 年幼的我每每痛到浑身颤抖, 跌倒在地, 口不能言。 所以我默默收起尖掌, 伴坐听话的大家闺秀, 直到被镇魂钉钉死在棺材里。 现在我死了, 终于走完既定命运, 不用再装好人了。 系统还在我脑海里碎碎念, 目标死亡, 请求脱离, 请求脱离。 我疼得一下坐了起来, 系统发出尖锐报名, 啊, 鬼呀,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我漫不经心, 勾唇扯出一个凉凉微笑, 啊, 你都没死, 我凭什么不能活? 现在该轮到你去死一死了。 胸口的那枚镇魂钉, 漆黑的柄端, 开始长出藤外, 开出绚烂的花朵, 飞曲曲的外壳剥落时, 露出内里纠结的枝芽形状。 这, 这是子藤本命, 不该是这样, 子藤末夜明明灭绝了, 你也不过是个绊妖而已, 况且你都被封印了, 怎么可能融合本命? 你大胆, 竟然违抗既定命运, 不去赴死。 我从她的话中听出了不对劲, 可我知道, 无论我怎么利诱她, 都不会说出我想要的答案, 我也不会将她心中的疑惑 一一解答。 我怎么可能告诉她, 这阵魂丁其实是我亲娘残存的本体, 更是解除我封印的钥匙, 是我费尽心机故意告诉嫡母, 让她找来对付我的。 没有这个, 我真就死在了所谓的既定命运上。 我要系统带着满腔的疑问, 死不瞑目, 阵魂丁最后长成新鲜的紫藤模样, 和我融为一体, 有幽远的叹息划破时空长河, 在我耳边响起, 封印破除, 神女归位。 我挥手一巴掌, 将石海里无能狂怒的系统扇了出来, 手中一截紫藤幻化成常见模样, 直接将它捅个对穿。 我咬着后槽牙, 最后一剑削了它的残肢, 碾成稀巴烂。 再也拼凑不起来的渣渣, 它破碎得不甘心, 挑散在空中。 你敢杀我, 主神不会放过你的。 而我不惧, 隐忍十六载, 九困繁龙, 终得自由。 被弯了心头血, 又强行冲破封印, 虽然恢复了半腰之力, 我终究还是受了重伤。 现在的我还不能让阿爹和迪姆他们发现, 我还没死。 迪姆能隐忍十六年动手, 一向谋定而后动, 想来肯定有对付我的阴损法子。 我跌跌撞撞地想, 找个地方夺起来, 养好身体后去夺回自己的腰血。 最后, 却因体力不支, 倒在了一座无名山脚下, 身下枯败的杂草中长出了鲜花, 将我覆盖。 路过的山中猎户, 将我救了起来。 它不像是粗野的夏立巴人, 更像是阳春白雪的世家贵公子。 身姿修长, 墨黑长发用布条高高竖在头顶, 线长的眼尾运出一圈浅浅红衣, 是一副不可多得的海棠芙蓉面, 怕安健了都要自行残惠。 只有手指粗利的后茧能证明, 她却有常年拉工的习惯。 她总是找各种机会向我展示她的男性魅力, 像个开庭的孔雀。 妖娘, 这是我今日猎到的白狐, 最衬你的肤色, 给你做微薄可好。 妖娘, 这山鸡袍子全部炖汤, 给你补补身子。 说着有意无意地露出自己赤着的胳膊, 薄薄激励下满是净瘦线条。 她还会在展示完后, 假装不经意地提起, 我就你时, 你身下山花开了满地, 你闭目倒在其中像是花仙转世, 你该不会真的是仙子转世吧? 我修难笑笑, 并不回答, 像是得到夸奖, 有些不好意思地垂着头。 她就笑着还着我的肩头, 没有再问。 当我看着满屋子的杂乱, 想下她做点清省活祭时, 她更是贴心劝阻, 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 妖娘, 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身子还没好全, 还需要好生僵养着, 屋里的事情有我在, 你就安心躺着。 我的态度始终淡淡, 但她态度始终热烈, 又极会变着花样的讨女子欢心。 十日久了, 村里就有看不惯的女郎上门, 对我半是劝戒, 半是敲打说道, 你一介孤女, 要不是燕狼救了你, 早就死在无人问津的山里, 被野兽啃食殆尽, 还敢日日给燕狼脸色。 当真是不识好歹。 燕狼日日天, 没亮就上山打猎, 得了银钱, 更是全部都花在你的身上。 你身上的一根线一件衣, 都是她拿血汗换来的, 做人呐, 要懂得知恩图报。 糖衣炮弹, 加上周围的声音。 任是冷情如我都忍不住, 被洗脑地软了三分心肠。 直到那日, 我夜半醒来, 听到隔壁屋中有嘻嘻苏苏的声响。 太子殿下, 陛下日日服用金丹, 身体每况愈下, 大皇子多次私下拜访定国大将军,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殿下龙章奉姿, 那妖娘显然已经对您春心蒙动, 只要她愿意与你同饮和锦酒, 我便能施法将她身上的功德 全数转移到殿下的身上。 届时殿下身负龙器又有身后功德, 击杀大皇子, 谋夺地位, 岂不是天道自然, 手道擒来。 至于这个妖娘, 殿下要是舍不得, 事后可封她做个暖床侍妾, 也算抬举她。 李彦怀声含姬讽, 国师放心, 区区低贱半腰血脉, 粗鄙不堪, 孤作的这些, 不过是为了让她心甘情愿将妖力献出, 并不是真的欢喜于她。 就她, 本就是图谋她的功德之力而已。 幸亏郑国公有眼无珠, 这么多年, 只当她是个人形天眼使用, 否则还真等不到我们来简陋。 我隔着门板偷听, 差点笑出声。 嫡母想要我的心头血, 换她亲与命, 阿爹想要利用我的功德之眼, 谋她通天路。 而李彦怀, 却是打着情爱, 让我度她一身功德。 紫藤末叶, 浑身上下都是宝。 没有人将我当作正常人来看待, 在他们眼中, 我与一株人参没有区别, 既然都在我这里有所图, 不若我也图她一图, 我正愁没有合适的刀 用来对付郑国公府, 这不就送上门来了? 终于有一日, 许事局势日趋紧张, 李彦怀不耐烦, 在装无悔痴情郎, 她觉得时机成熟了, 跪地求我嫁给她。 孟娘, 我有样东西落在你身上了, 还请你还我。 她脸上的柔情 几乎要溢出水来, 只是那眼底却铺满冷裂。 我并不戳破她的细台子, 甚至入目三分地与她对眼。 我羞懒地抬眸望着她, 小泉泉锤打她的胸口, 胡说, 我何时拿过你的东西了? 她盯着我红彤彤的脸颊, 长指轻抚, 轻轻占据我整颗心, 将我一颗心偷了去。 这些日子, 在她的精心照顾下, 我的伤势早就好了, 可失去的那一半要挟 还未拿回来呢? 我歪着头, 扑扇着大眼直言问道, 燕狼可是心悦我。 她握紧我的双手, 桃花眼里的柔情, 毒也堵不住, 重重点头。 你我心心相印, 今日便拜堂成亲, 喝下这杯合景酒, 咱们就夫妻一提, 我就是你的。 她有些激动地期待, 看着我, 想让我马上喝下这杯合景酒。 可我怎么会如她所愿? 我用袖子掩面哽咽哭泣, 可我不配燕狼的钟情, 我是一只绊妖, 体内流着一半的妖血, 燕狼风轻云贵, 我怎能拖累你的清明? 她历史指天发誓, 情深似海, 我爱重的是你这个人, 你是绊妖我也一点也不在意, 只要是你, 你还不明白吗? 我惊奇地看着她, 几乎要为她的演技鼓掌, 嘴里却说道, 我信燕狼, 可发誓怎么可以没有惩罚, 你该接上一句, 若有为此事, 此生所有心愿尽皆落空, 死后入阿比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她面上一僵, 久久没有言语, 我连忙捂住脸低气, 婉转埋怨。 怎么, 燕狼莫不是全是消遣于我, 口口声声说的爱我都是假的。 她急得脸上的汗都落了下来, 不是我不愿? 梦娘, 我的心意你还不知晓吗? 她在我的坚持下, 她终于将誓言惩罚加入其中, 我含羞怠色, 可还是不肯喝下那杯合锦酒。 她急得如热锅蚂蚁, 团团转, 一把抓住我的手, 质问, 原先村里那些女郎说你不爱我, 我还不信, 原来竟是真的, 你既然不愿意做我妻子, 何故耍我? 我委屈地看着她,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种爱拿人消遣的人, 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不介意你没有三书六礼, 慕天席地就让我嫁与你为妻, 也不介意你明明家徒四地, 还穿着精致, 吃食讲究, 前后矛盾。 你做不到对我坦诚以待, 我却必须将实情告之于你。 我是半妖不假, 可我体内的半妖血被我嫡母抽了去给她亲女儿, 将我们换了命。 我现在身体大不如前, 若你现在同我结为夫妻, 以后气韵相连, 很可能会被我连累, 身体也开始日渐衰败, 你当真是一点也不懂我的苦心。 她的脸色叫我怨怪的, 红转成清白。 除非你将我那嫡亲姐姐捆了来, 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身负功德, 还要手刃系统说的那所谓的主神, 怎么可以让自己的手上沾满鲜血? 李彦怀就是那把最好的借刀。 她长得英俊萧久, 如清风朗月入怀, 在我的指点下, 谢灵威对她一见钟情, 日日痴缠于她。 她谎言优惠将谢灵威骗到暗时之中。 当我从阴影处走出来的时候, 谢灵威脸色难看至极。 是你,小剑种, 你竟然没有死。 我一步步靠近她, 她的手脚都被绑住了, 一如那日我的遭遇。 我手中急稳地握着一把匕首, 刀尖寒芒射人, 越靠近她, 她就颤抖得越加厉害。 她仰着脖子不甘地在方寸之间腾挪, 意图躲开我手中的匕首。 你想对我做什么, 你若敢对我动手, 就不怕阿娘知道后, 将你碎尸万段吗? 我劝你还是立刻放了我, 我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否则, 否则什么? 否则你就会跟你那孽畜亲母一样, 魂飞魄散。 我被她说的话勾起了好奇心, 难道我阿娘的死还有另有缘由? 呵, 我娘在我出生之时就去了, 你不过比我早半个时辰出生, 又能知道什么? 你这拖延时间的把戏 也太拙劣了些。 我不动声色地将匕首贴近她的脸颊, 滑出浅浅一道血痕, 风锐的刺痛感将她吓得大哭, 开始口不择言。 紫藤末夜, 一生必有一死, 但你不过是伴妖, 你那妖母即使是生下你, 其实也不用死的。 哦, 我持刀的动作一顿, 见我似听进去了, 她继续恐吓, 是因为阿娘能请动神导, 下了咒, 只要你那妖母诞下含有不纯血脉的伴妖, 就必然身死到消, 永生永世消散于天地之间, 怎么样怕了吧, 现在后来还来得及。 阿娘既能收拾你那纯血妖母, 更何况你这个卑贱伴妖, 像是被这个消息吓到, 我瞳孔颤抖, 历生质问, 阿爹说他这辈子最爱的是我娘亲, 你们这样做, 就不怕阿爹知道 以后找你们母女秋后算账吗? 他不屑地切了一声, 当年阿爹蹲守在那妖孽化形之地, 还是阿娘告诉他的呢, 阿爹与阿娘从小青梅竹马, 怎么可能真的爱上一个妖孽? 得到想要的答案, 我心下沉冷时, 就要一刀, 结果了她的性命。 他突然间声, 你我现在性命相连, 我为主, 你为仆, 你不能杀我, 若是你动手伤我, 先死的也是你。 我垂下的眸子中, 闪过脚霞。 我怎么不知道呢? 狄母将我视作炉顶, 不惜用尽数偷天换命, 我自然受到挟制。 可这里还有一个人呀, 做戏要做全套。 我不顾他的警告, 举刀刺向他的心口, 突然一道屏障将我狠狠击飞出去。 扑, 我吐出一口热血。 李彦怀连忙过来抱住我, 心疼不已地开去我眼角泪水。 他漆黑同仁里映照我惨白的脸, 我在他心疼的眼神中断断续续, 像是竭力撑着最后一口气。 烟狼, 妾怕是不能嫁给你做妻了。 不能陪你, 我心有不甘啊。 他紧握着我的手, 面色阴沉地看着谢灵威。 别怕, 还有我, 你动不了手, 我来便是。 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想要解开尽数, 取回半身腰穴, 身负龙气的他真是在何事不过了呀。 李彦怀将我小心靠着石柱放好, 站起身步步逼近谢灵, 他睁着无辜的大眼, 疏然落下泪来, 那泪珠子像是断了线, 显然是真的伤了心。 怀哥哥, 我爱你, 你怎么舍得这样对我, 你就救我。 他的背影一顿, 脚步都亮腔了几分。 怎么, 你舍不得了, 我软软倒地, 我和他只能活一人, 燕狼要舍不得他, 便舍了我吧。 李彦怀不再犹豫, 动作干脆捡起地上的匕首, 在谢灵威绝望又无助的目光下, 划开了他的心口。 迪姆疯了。 在收到谢灵威的尸体之后, 他整日整日将自己关在院子里。 我顺了李彦怀的意, 喝下了和锦酒, 做了他的妻。 从此以后, 他日日早出晚归, 披星待月, 却从不让我踏出这猎户木屋半步。 先是被阿爹过度使用我的功德之眼, 现在又有李彦怀日日从我身上让渡功德。 某一日醒来, 我的左眼终于全瞎了。 李彦怀发现后, 回来的时间就越发少了, 开始疏远冷待我。 自他上次离开后, 已经有半个月未曾再踏足这里了。 我收拾了包袱细软, 将他打猎换来的皮具首饰 到当铺一股脑全当了, 在京都租了一个小院子, 方便我打探消息。 当朝状元贪腐赈灾响吟, 致使多地百姓民不聊生, 一子而食。 为官清廉的吏部侍郎, 纵容小舅子打伤良民, 侵占良田万寝, 被告发于狱前。 时任江南的封疆大吏, 竟然卖官卖绝, 捧了一堆的顽固鱼肉百姓, 抢抢民女为祸乡里。 而这些泛事之人, 全部都是阿爹利用我的功德之眼, 拉拢的党羽。 他们原本该是成为人心人德的王朝之助, 却没有坚守住本心, 全部做了恶。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储狗, 人心不仁, 以生名为牛马。 因我介入之缘故, 源源不断地反噬之力, 不断侵蚀着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就像破了的筛子一样, 迅速地衰败下去。 李彦怀封了一般地到处找我, 迪姆也封了一般四下寻我, 只不过他们一个是要我的运, 另一个是要我的命。 我知道, 时机成熟了, 迪姆一马当先找到了我, 彼时我躺在榻上, 气息奄奄地赏着院中落霉。 她一见我就赤红灼眼, 你胆敢害我威儿性命。 聂处, 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去九泉之下, 给我儿下跪赔罪。 我退无可退, 也无力再退。 她力气大的吓人, 轻而易举地就压制住了 我微弱的反击。 她身上澎湃的能量, 就连我的腰力都拿她没有办法。 她狠狠掐着我的脖子, 废物, 死得怎么不是你? 生死攸关之际, 我不仅没有求饶, 甚至故意勾着讽刺的笑, 直勾勾盯着她。 在启淳, 说出的话, 轻而易举地点抱她剩下的礼制。 你自诩和阿爹狼情惬意, 同她青梅竹马心意相通, 以为她是受你劝说才故意勾引我的母亲, 为你诞下半腰血脉的我来救你女儿。 其实不是, 她是真的第一眼就爱上了我的娘亲, 要不是你站着永一吼府的名头, 她早就气了你, 桌上那封修书就是证据。 谢明德能哄骗我母亲不再闹着歌袍断意, 这封修书起了很大的安抚作用。 她为了让我母亲相信她是真的会给她一个名分, 当着她的面写下了修妻书。 如今这东西就这么大喇喇地摆在嫡母面前, 刺激得她当场吐了一口血, 上头的字迹。 她再熟悉不过, 可怜你自欺欺人, 还以为自己站尽先机, 殊不知真正的废物是你。 不不不, 笛母彻底疯魔, 她猛地将那修书生吞入腹。 在抬起眼眸时, 眼底再无半点人性, 疯疯癫癫地念着, 请神诛杀妖邪, 请神上身。 一阵恐怖令人牙酸的怪异骨骼怪想后, 她四肢扭曲地压着我, 让我不能动弹, 距离让我口不能言。 在她越掐越紧的手中, 我眼前渐渐漆黑。 彻底闭眼之前, 眼角余光看到一抹熟悉的高大身影, 焦急地朝我奔来。 她身上的功德, 闪亮的我瞎了的, 左眼都能瞧见。 没错, 我是装的。 我的柔弱可欺是装的, 只是为了引出李彦怀。 她想要用猎户的身份继续瞒我, 我必须找机会拆穿了她。 看, 这不就是有了? 身为绊妖, 想要修成正果, 本就千难万难, 即使是坏事做尽之人, 如母这般, 我都不能动手杀之, 否则将会受到更为严重的反噬, 此生再无境界的希望。 而李彦怀, 她还没有彻底坐稳屁股底下的位置, 在没有彻底干我的价值之前, 自然不允许我死。 所以, 死的人是嫡母。 她被赶来的李彦怀一刀毙了命。 而她身上的功德太盛, 被带着人皇之气的大功德之人杀之。 嫡母下辈子, 下下辈子, 生生世世, 只能投胎畜生到。 而她, 若真的只是乡野猎户, 又怎么能杀了身份高贵的母后, 全身而退? 我知道她隐瞒的身份, 晋国太子, 已故皇后之子, 和有着强大外祖帮衬的大皇子不同, 她身后没有人。 我躺在李彦怀宽阔的怀中, 脚柔造作地抱紧了她, 抓着她明簧地跑脚不放。 像是受惊的小鹿, 眼泪扑素素, 勾出一抹动人痕迹, 也成功勾得她满眼心疼。 我心下冷笑, 这下该轮到谁了呢? 民间流言渐起。 不过三日, 满京都传遍了, 状元贪腐 赈灾响银, 李布侍郎亲战良田, 封将大力卖官卖绝, 皆是受到郑国公谢明德受益。 这件事愈演愈烈, 更是有人出来指证她。 近日, 更是有宝学之士聚众在谢府门前, 要她给天下一个公道太平。 据闻, 当时谢明德的表情相当精彩。 郑国公府大厦江青, 任凭阿爹如何力挽狂澜, 都无济于事。 朝野振动, 民怨沸腾。 举国上下一心, 都想要她死。 可我怎么可能让她死得这么干脆, 解脱得如此痛快, 只有让她生不如死地活着, 才能洗清她所犯下的罪恶。 指认她的人实在太多, 在我日日的哭闹下, 李彦怀出面保住了阿爹的性命。 尺度阿爹一身荣耀, 便为庶民。 没有了门法世家子光环的阿爹, 犹如街边老鼠, 人人喊打。 我在见到她时, 她衣衫褂褂地蹲在城隍庙外, 成了一个乞丐。 问娘, 你是来接爹爹的吗? 看到我时, 她死寂的双眼放出光亮, 冲过来想要抓住我的手, 被我甩袖躲开。 我饶有兴致地居高临下看着她, 你可不配为我爹, 你联合母害我生母, 更是下药让她为你生子。 在我出生后, 明知道嫡母对我有加害之意, 却任由她拿捏我, 养废我。 她眼神闪躲, 你, 你都知道了。 见我神色冰冷, 她终于感到害怕, 我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 她不能放过。 她开始打感情牌, 想要对我道德绑架。 我是混账, 可爹对你不好吗? 要不是有我庇佑, 时时看顾你, 你母怎么能放你十六年自由, 还让你才名扬京都? 这么多年, 谁都可以说我薄情寡义, 就你不能。 她说的话, 说得她自己都信了。 神情激动间, 眼中满是对我这个不孝女的控诉。 看着她厚颜无耻的狡辩, 我淡淡一笑, 起唇讥讽, 你庇佑我。 要不是我故意露出, 左眼能看出他人功德, 叫你发现, 你只会任由母像养狗一样, 将我锁在笼中, 直到我急机。 可即使我展露了我的用处, 嫡母想要抛我心血给她谢灵威, 整整十六年, 你却从始至终没有动摇过, 哪怕一次, 你从来没有将我当成过女儿。 在你眼中, 妻也好, 妾也罢, 我也只不过是你谋虔诚, 富贵的登云梯。 你爱的人始终只有你自己。 在我母亲做出明确拒绝后, 仍旧靠着谎言和下药将她占为已有。 是她的贪婪, 害死我的母亲。 你这一生, 披着光明磊落的皮囊, 做的都是禽兽不如的事。 我冷笑着打碎她全部的希望, 你如今的一切恶果, 可是我费尽心机, 才让你获得我怎么可能救你。 我巴布的你生不如死。 她生死历劫, 我是你亲爹啊, 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受苦,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 你还真不是我扶掌大笑道, 你以为我娘爱你至深, 即使你强占了她, 她也要为你延绵子嗣吗? 但让你失望了, 其实我不是你的亲骨穴。 哦,还有, 差点忘记告诉你, 那个状元狼, 礼不侍郎, 做官必成贪官, 是我故意将他们引到你面前的。 其实那个状元狼, 他身上功德远不如同期叹花狼。 我不过是故意挑一些 看似身具大功德, 实则功德颜色黄中带灰, 为民则安度一生, 为官必起贪念的人给他。 这种人潜伏越久, 对百姓的伤害越大。 通过谢明德的手, 在他们出出为恶的时候, 提前将这炸弹引爆。 杀人诛心不过如此, 谢明德终于也步上嫡母后尘, 疯疯癫癫地开始满嘴胡话。 此后, 我再也没有听见过谢明德的消息。 李彦怀要娶太子妃了, 是清和崔氏之女, 补足了她没有坚实后盾的缺憾。 她已经得到了我全部的功德之力, 再也不用与我虚于尾仪。 她摊牌了。 孟娘, 你命中犯煞, 凡是跟你有关之人, 父母, 亲人都会惨遭恨火。 你肯定不想我遭受不幸对吗? 我是当朝太子, 地位尊崇, 而你是血脉博杂的半妖, 为是人所不齿。 以我地位相差悬殊, 你肯定也不想因你之故, 让我身上有污点, 受到天下人唾骂吧。 我找机会去偷偷看过崔氏女, 她目中坚毅, 信奉拳头大的是老大, 是个不可多得的有趣女郎。 所以, 她一提出, 我便痛快答应跟她了断。 但只有一个要求, 让崔氏女来见证。 她没有犹豫多久, 还是同意了。 那一刻, 我周身一清, 沉磕已久的身体焕发出生机。 她很高兴我的食食物。 我也很高兴, 使出洪荒之力, 才勉强压住了上翘的嘴角, 将它们送出了门。 她不知道的是, 功德共享, 她是带不走的, 她带走的是反噬之力, 因为她的主动配合, 我顺利地全部转嫁给了她。 等到那个所谓主神顺着这线索找来时, 不知道会发生点什么。 我可真是太期待了。 上元节, 满城的花都开了, 李彦怀将在今日十里红妆迎娶崔氏女。 我站在一株杏树下, 花瓣从四面八方向我飘来, 趁得我如哲仙人。 而头顶的天空, 黑沉沉的乌云压得极低, 云中刺目闪电, 轰隆滚动。 我腾身而起, 目中无惧地迎向雷洁。 自我了断沉是一切, 我就可以飞升了, 苦苦压制到这日, 就是为了给李彦怀留下深刻的记忆。 雷洁一道接着一道, 让我片刻不得喘息, 可胸中实在畅快, 忍不住仰天长笑, 仙人抚我顶, 洁发寿长生。 挨过那些雷洁, 半空中, 我飘然若仙, 穿着大红喜跑的李彦怀那张脸, 却是难看至极。 天边绚丽霞霞光漫天, 层层白云堆叠, 似有仙音从中挑渺传来。 百姓议论纷纷, 俯首贴耳全部跪倒, 每个人的耳朵之中 都听到了这句问话。 神女, 是否有相邪道吕, 若有爱吕, 可带着与你一起白日飞升前往仙庭。 李彦怀骤然神色癫狂喜, 眼中笃定看着我。 她以为我故意选在她大婚之日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必是爱惨了她。 比起做人间帝王, 自然不如做仙人快活。 在如何长寿, 人的寿数不过一百, 而仙人与天地同寿。 她在等着我求她, 可我开口就直接击碎她端着的自尊。 我在这尘世已经无牵无挂, 不曾对任何人动过心, 有过情, 并无道理。 这话中之意, 再明显不过。 我根本不曾爱过任何人, 包括李彦怀。 她神色彻底崩溃, 忍不住疯狂大吼。 满娘, 你在胡闹什么? 这个时候, 怎可任性你, 赶紧告诉天神, 我是你的道理, 或许我还可以原谅你。 我一个眼神过去, 威压涉人, 眼中对她只有初见时的漠然。 这一幕, 催是女进阶收入眼中, 她手中的喜帕钻得死紧。 我已经摸到了凡尘界的壁垒, 脑海之中突然闪过一幅画面。 我将目光落在人群之中催是女的身上, 偷偷给她传音。 李彦怀刻薄寡恩, 你嫁给她, 爱她, 且漠失了自己, 若她背叛于你, 可效仿前朝女帝, 与其依附男子, 将自己的身家性命 全部交托到他人手中, 不如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至于我为什么要在她心中 埋入这颗种子, 助长她的野心? 是因为我看到了她身上 突然有了龙气。 而与之相对的是, 李彦怀在我离开后, 日日郁郁寡欢, 将错过我视为毕生汉事, 荒无正事。 系统说的主神找来的时候, 想要对付她, 可她那时已经身为仁皇, 那主神反而因为 强行摄取仁皇气韵, 被此界天道发现, 永逐于此界。 再后来, 我在仁皇女帝宝上, 看到了崔氏女的名字, 大唐开国女帝, 崔氏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